少公见丽王纸棒 国语 丽王虐 国人棒王 少公告曰 民不堪命矣 王怒 得未污 使坚棒者 已告则杀之 国人莫敢言 道路已目 王喜 告少公曰 无能米磅矣 乃不敢言 少公曰 使杖之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川庸而愧 商人必多 民亦如之 是故为川者觉知识道 为民者宣知识言 故天子听证 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 古献典 使献书 诗真 首富 蒙诵 百公见 数人传语 尽晨尽规 亲戚补查 古使教会 其爱修之 而后王贞着言 事以事行而不备 民之有口也 有土之有山川也 才用于事呼出 尤其有缘洗眼卧也 一时于事呼声 口之宣言也 善拜于事呼兴 行善而备拜 所以复才用一时者也 福民 律之于心而宣之于口 成而行之 忽可拥也 若拥其口 其语能几何 王福听 于事国人莫敢出言 三年乃流亡于智 更从帖子之之以来 曝光日午安尽